一只野狗起来 女人快速地躲进了车底 野狗也追了过来 野狗试图用半数赶走她 但野狗丝毫不怕 她又绕到了侧椅 咬住了女人的脚 女人拼命地挣脱开来 这时野狗发现前面钻丝的牛 随机吞噬了起来 卡住的牛立松脱 车子也向后开始了流泊 女人赶紧爬了出去 便用身体阻挡后退 但根本毫无作用 野狂车子即将跌到悬崖 突然一块石头卡住了轮胎 车子停了下来 她心事一计 开始继续将车往悬崖推去 原来就在昨天晚上 儿子在玩手机时 一不小心将车子的系统关闭 车子进入了保护状态 母亲则在车外只能干着急 因为这是一辆限量 把号称世界上最安全的车 全车智能化 处于递车子的信任 女人选择超近道 准备回娘家 她进入了一条人业稀少的荒路 在途中她撞到了一头牛 在下车查看时 儿子被困在了里面 女人试着从外面语音控制 但隔音效果太好 根本无反应 她又试着用石头砸 车子立刻启动了报警装置 发出了刺耳的声音 车窗却完好无损 到了第二天 炙热的阳光 使得车子温度急剧上升 孩子也快静止不住了 她试着点亮彩火 想通过烟雾 开启车子的循环系统 不料 车子识别到烟雾在外面 立刻停止了排气 她只能将火熄灭 看着上升的温度 女人愤怒地砸向车子 却毫无作用 接下来 她只能将车推下悬崖 果然 在跌落过程中 车子开起来自动平衡系统 女人赶紧跑下去查看 绝望地拍到这车窗 这时 她看到了车辆指示灯 按下按钮 车门被打开 她接着把孩子抱了出来 但孩子还在昏迷 必须马上送医院 没有办法 她重新上车 启动车子 点火正常 她开到了悬崖前 坡度差不多有90度 她打开了报道系统 鼓竹一致 加油冲了上去 经过渐量行进 终于 车子爬了上去 她成功了 很快 他们来到了医院 儿子 也终于醒了过来